现在是早上六点 很遗憾 看来这个云海也不是想见的就能见的 还是要靠一定程度的运气 不过早上是真的冷 基本上能套的全都套在身上 晚上睡觉睡得非常不好 有小孩子在哭闹 因为帐篷这种东西 它几乎没有什么隔音可言 所以像其他帐篷传出的声音 比如大呼啊 或者是小孩子的哭闹 全都停得一清二楚 这也算是为了要露营而做出的牺牲吧 今天没有想骑很远 主要是想找个地方休息放松一下 然后把之前的影片编辑做一下 兴生太满是完全没有时间编辑影片的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意外的 里面还蛮大的 像这一间房子就非常大了 应该是比较适合家庭的 这一间感觉就比我那一间要精致的多 应该价钱差很多吧 它这个旅设施可以点餐的 只不过它这个menu是全泰文的 对外国游客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对外国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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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很美味 对外国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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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啥嘞 当然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做南奴 是位于四省交界之处 当然在泰国呢 我们一般中文喜欢翻译成辅 就是四辅交界之处 那分别是 还有四个辅交界之处 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呢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只不过这里群山环绕 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的呢就有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 waterfall的waterfall 我这个频道创立以来 主要是以讲各种各样的干话为主 偶尔拍这种旅行类的影片 流量就会比较少 这是平台算法的问题 再加上我去的地方大多数比较小众 不是那么吸引眼球 所以观看量少是必然的 不过这也没关系 我只是想记录和分享一些没有人介绍过的地方 有没有人感兴趣并不重要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 读到过一部有关旅行的轻小说 叫做奇诺之旅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听说过 不过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会日文 读的自然是中文翻译版本 不过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几个要素 古典 机车 旅行 这些设定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以至于我每次骑行的时候 都会回想起这部作品里的一个个故事 主角奇诺是一个打扮比较中性的小女生 有一辆会讲话的摩托车 Elimis 奇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旅人 每经过一个国家 基本不会停留超过三天 更重要的是 奇诺对每个经过的国家 不会发表任何意见 也不会有任何主观的评价 只是作为一个绝对的旁观者 当然 如果是威胁到他生命安全等等不得已的时候 他也会偶尔秀秀武力 虽然他有毁灭一个国家的实力 但一般他也不会去做任何干涉 厌过无痕 任由其自生自灭 作品通过奇诺的一次次旅行 所经历的种种奇妙国家 看似一个个荒唐的故事 无不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 作者引领我们看到了各种人性 但又不去评论和干涉 看破不说破 一切交给读者自己去思考 这种披着旅行外 可探讨人性的作品 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类型之一 类似的 还有银河铁道999这种古早作品 以至于长大之后 每次独自旅行都会想起这些 一边旅行 一边思考人生 本期节目的最后 我想引用奇诺之旅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 作为结束 世界并不美丽 但也因此而美丽无比 The world is not beautiful Therefore it is おやすみ 好みにくくも美しい世界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u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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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7 Bud7 Bud6 Bud6 Bud6